妈妈 昨天还中了 还能大眼吃 上火了 深深打青了 跟妈妈在这儿吧 妈妈不打你 都9岁了 那狗上火上大眼吃 好可怜 妈妈不揍你 刚才没头上吗 看见吧 爸爸 在这儿生活吗 在这儿床上带着吗 能熟一熟一再下来 爸爸 太残忍了 拿着这小鸭 出啥呀 这没有主人 看见老弟弟 上火了是不是 刚喝完水 给肠不吃 喝上火还是 过来宝宝了 过来宝宝 都9岁了 先给他放着床顶上 你看看他吃牙 你看 放床上不敢放地下 怕他还怕 刚来 不吃牙 一块大肠上吃 一块大肠上吃 真是有点呼吸 不怕 在这儿不怕 这儿没人打 咬我我也不打你 不怕 我打你了 这儿就没人打你了 马上就掉了 这个都上神经了 这出哪儿 出哪儿救回来的狗啊 在那个 塔西西那叫什么爹 撿的呀 他说他撿的 别人撿的呀 你联系的就是这样 不是也是他那人联系的 你帮送过来的就是这样 这四个可怜的家伙儿 开始治疗了 四个全睡全闻热 被无情的抛弃 这四个全睡全闻热 被无情的抛弃 抛弱 大家这个专务起来 咱们救助的这些毛孩子 在网友一些建议 我们要 就会接受 慢慢会改掉的 从毛孩子救助 在治疗中在治疗好了在就让快乐的生活 会陆续给大家发发布消息 也谢谢这些爱情志愿者 对就让他持续关注 感谢你们 留言我已经都看了 这留意大姐 这小鸡毛 我记得上次那个求助员 找车送来说是母只是不是 是四只 是五只 四只 四只 这个是凡是咱们也没来了就及时给他们治疗了 而且那几个抗病太重就去世了 就算了一个小东西 这时间是怎么弄的 是扔外面了吧 我估计这是繁殖的 繁殖犬都有病了 我看到那香楼上写的什么犬 犬温求手柳好像是什么 就说一个小鸡毛的 啊 谢谢你 感谢观看